欢迎收看我的多益阅读解题频道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单字是有Portable Novelty 那文法的话会带到连接词的基本概念 在这边特别感谢LiveABC互动英语教学集团授权提供给我的多益题库 那我会讲解听力也会讲解阅读 目前预计每一周上架一到两题 那教学重点会教各位解题的方法 以及相关单字的延伸 那提醒大家在YouTube说明栏的位置 我有整理好课程的讲义 这个是题目 那因为我影片还在拍嘛 到时候我也把QR Code把它放上去 那今天讲解的单字也会帮各位全部做好整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啦 There was a time 一个空格 Portable phones were a novelty But now they are essential to everyday life 接下来四个选项要选一个 那各位这一题的解题的步骤是这个样子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找出动词 那各位动词这边有一个 这边是第一个动词 然后接下来各位这边有出现第二个动词 我们就先观看前面这个句子 在do点前面这个句子 已经有两个动词了 那因为有两个动词 所以我们这一格要填的就是连接词 我们必须要找连接词出来 那abcd这四个字呢 呃... 跟时间有关系的 因为time是时间嘛 跟时间有关系的 答案要找的就是when这个选项啦 找到答案之后 这个题目我来做一下单字的补充 这边会讲到单字 整共会有三个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单字 这个单字叫portable portable这个单字形容词是轻便的 可攜带的 那各位这个单字呢 我在底下做一下延伸 各位你有看到一个单字 ABLE结尾 各位这个都是形容词结尾 那所以我把ABLE把它删掉之后 就会剩下port 各位那你要知道 port这个单字是港口的意思 那当然在港口就是 货物会攜带进来 以及攜带出去 所以port这个单字本身 隐约就有带的感觉 那所以延伸回来portable 各位你就知道可以攜带的 那底下这个单字呢 再做一个字的延伸 一样各位有看到port 前面这个单字叫trans 各位你有没有感觉 这个trans跟火车长很像 有火车又有港口 各位那当然就是运输嘛 对不对 港口的货物 当然就是火车载出去 运输 transport 各位这个是运输 那所以今天利用port 延伸出三个单字 portable port transport 好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 这个单字呢 navoti navoti各位这单字是 新奇新东西的意思 就很新鲜的东西 那各位如果说你有看到的话 各位这个单字是哪儿来的呢 这个单字是这个单字来的 各位把ty删掉 就会剩下navot navot各位这单字就是小说 那你可能叫说 小说跟新的东西插在哪边 各位关键是这样子的 今天要写小说 它的题材内容 当然都是新的 所以一个单字 如果是nov开头的 通常都会跟新有关系 对不对 navoti 再补充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单字 叫做novus novus这个单字 新手还有初学者的意思 所以今天利用了这个nov这个字 补充了三个navoti navot naviz 接下来要看的是第三个字 这个单字叫essential essential 各位这单字是形容词 叫做必要的 它当名词 还有必需品的意思 那各位后面加上oio 底下做一下单字延伸 加上oio 必要的o 各位就是精油 各位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 或者是你精神压力大 你就会点一个精油 那很重要 现代人压力大 所以essential oio 那各位essential这个单字 它是al结尾 它是形容词结尾 所以这个单字呢 如果把al删掉 就会变成essence essence 各位这单字呢 就是有本质的意思 各位它有要素 各位它的概念就是一个核心特质 essence essence 各位你就知道它是本质 本质当然很重要 所以它的形容词 essential 就会是这个字的意思 好 那各位essence这个单字 有一个单字 我一起做一个延伸 这个单字叫presence presence这个单字呢 名词就是出席 还有存在 对不对 你人到那边你要有专注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各位建议各位 这两个单字是可以一起记的 essence presence 然后以及 essential essential all有 看一下中文 所以there was 各位看到there中文翻译也有有 那was过去是 就是以前有吧 曾经有一段时间 那各位这个是名词 名词后面出现when 出现了一个补充说明形容词 再补充说明前面的时间 各位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那个时间就是当 portable phones可惜带电话是什么呢 是novelty还很新奇的时间 好后面but 但是现在呢 there are就是指的就是这些电话啦 essential变成重要的to everyday life 对每一日的生活都很重要 那这边呢各位有一个阅读小技巧 跟各位提醒一下 这个句子其实出现了时间的对比 这个是以前 对不对 在这边was 各位就是was 这个是以前 还有now 各位通常在一个句子看到时间 表示它会做出对比 这个概念呢 会到时候我在讲解长篇阅读的时候 会非常的重要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文法概念 文法简介建立起你的解题模型 连接词的基本介绍 我们来认识一下连接词吧 那各位认识连接词有什么好处 对好处一 各位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认识的连接词 它可以帮助你做长句的断句 有的时候句子太长 你找到连接词 我们就先可以把它切开 这个是认识连接词的第一个好处 接下来第二个好处 其实看懂连接词 我会特别跟各位强调的就是 英文的形容词 英文的形容词相当的讨厌 也不能够说讨厌 它跟我们中文的形容词长相不一样 中文的形容词一律都会放在名词的前面 但是英文的形容词 有的时候会跑到名词的后面 这个就会造成我们在阅读时候的干扰 所以认识连接词其实重点长句断句 看出英文的形容词 那各位连接词的概念是这样 英文的句子的组成 各位你要知道就是有主词 有动词 那如果今天有第二个句子要做合并 各位记得句子就是有主词动词 有第二个句子要做合并的时候怎么办呢 在中间这里我们就需要一个连接词 来让这两个句子组合在一起 还没有结束 这个句子我就是我这样写一跟二 第一句跟第二句 如果说它的资讯量同等重要 各位就是两句对等的意思 资讯量一样重要 这个时候这个连接词叫做对等连接词 希望各位这个概念你能够稍微了解一下 那如果第二个句子呢 它其实只是在补充说明一些条件 范围 时间 形容词 各位 它如果是在做补充的 这个叫做重属连接词 很有趣哦 你看英文的句子在组合 它有分等级的 有老大还有老二这样子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等连接词 通常这两个 通常这两个字都是对等连接词 底下例句举个例子 You are a boy and I am a man 你是一个小男孩 然后我是一个男人 各位这个就是一个and在这边 那通常它句型的长相呢 就是这个连接词前面 通常会加上一个到点 你就大概了解一下 那这边是不是有两句 这两句的资讯量是同等重要的 所以叫做对等连接词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的看一下重属连接词哦 记得重属连接词 通常都是在做补充说明 依照补充说明的方式不同 总共分成三个 名词子句 形容词子句 第三个叫做副词子句 那名词子句通常它的长相 它会接在有没有 连接词后面加句子哦 各位这个就是第二句 通常它会加在动词的后面 因为为什么动词后面就是加名词 形容词子句加在名词的后面哦 各位连接词加上句子就是我们讲的第二句 那当然形容词就是在补充说明名词 那副词子句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哦 连接词加上句子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第二句 然后呢打一个逗点 接下来再接上原本的主要的句子 各位它是它的长相 那我们今天呢会看到的就是形容词子句啦 有了以上的概念 我们试着来看一下这一句 看能不能辨识出来 首先呢我们有看到一个 各位这不好意思我打错字了 是but 一个对等连接词在这边 连接了前面一句 以及后面一句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第一句的位置 它又有一个形容词子句的连接词 叫做when 位置就是出现在这里 连接词在这边 前面是第一句 后面是第二句 那我这边呢我就点到为止 其实这个when 在形容词子句里面 那个又叫做关系附词 但是我怕呢我再讲下去 各位那个 可能就是太过于复杂了 所以原则上我就点到 需要这一题的解题的量就可以啦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 对你的英语学习有帮助的话 非常欢迎各位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那当然我的多亿的解题 我是免费的提供 关键就是在于讲义 是不定期的限时提供 那非常欢迎各位加入会员 一个月只要45元 你就可以再看到新闻英文的完整解析 我会带你看懂新闻英文的文章 对你的阅读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主要就是讲解句型跟单字 让你的阅读能力大提升 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好康 就是有多亿的讲义 你就不用在限时下载 就是我会固定把连结 放在社群贴文的位置 那还有75跟150的选项 就是你可以给我更多的支持 你也都是我妈的 是 neste 群人满酒 这是我妈的 我 我说 是